我做我喜欢做的工作 走过这三十年 我也带给大家一些娱乐 坚持了三十四年了 对这个行业是充满了希望 这条路他们走了三十多年 以前这个照片不是什么样子 当初因为热爱戏剧 他们一头扎进了电视圈 生动讲述了无数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 留下了令观众深深怀念的戏剧人生 加入电视圈是我依赖的欲望 我希望知道人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我喜欢故事 所以就走向电视圈 加入电视圈之前 他已经在电视台留下了年少身影 正方第三位代表 林宁哲同学发言 我方认为华语是可以普遍的利用 那时候我很喜欢演讲比赛 学校演讲比赛我都有参加 但是我又有人朝恐惧正美 一场就玩 哇我的整个肚子就脚筋暖了什么 然后感觉到很像肚子痛这样 由冠军队领取武昌来回伦敦机票 也不能这么说文艺青年 我喜欢这个名词 但是我不是 我是一个很随意的人 当编辑是梦寐以求的工作 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 但是也许有一样东西还可以就是写作 中士毕业之后呢 也上不了高中 就在那边闲逛了一年 那时候我就喜欢看小说 所以写呢也是写小说 结果呢就继续报馆 我还记得一继续不久也发表了 就开始呢喜欢上写作 欢迎你加入这个专业训练的行列 那时候看到电视有这样的广告 就是说开办第一届编辑训练班 非常兴奋 毫不犹豫的就去报名参加了 那时参加编辑训练班只有一个目的 所以我一定要进入电视台成为编辑 就不到黄河绝对不心事的 上完半年的编辑训练班 经过的考试就加入编辑行列 对我来说是美梦成真 真的 这个白板是触发通告 所以那些临时演员或是演员 化好妆之后拿好服装之后 待会你会上哪辆车 具名是什么 然后负责的AP是哪一个 所以临时演员和特约演员也好 都知道那今天是一到五级出发 我在做祝导的那个年代 那时候是香港人大量的过来到这边 我们跟他学习 但是也经过一轮的文化震荡 他们一来就 哇 温厚你的父母 哇 他就很生气那时候 后来跟他们做酒了 就是发 原来他们的口涂禅 也并没有代表任何恶意 可能那时候你还年轻 还是在学习 所以每一样东西 哇 沿入那个约屋飘渺地 走在树林中的武侠大侠是这样子 也就是从上面飞下来 原来是要辛苦的 你感觉都很兴奋 那个年代是把男人当动物用 把女人当男人用这样 大家都在像海绵匠在吸收东西 所以你会忘记你的辛苦 这里以前是旧街景 记得是两层楼的木造建筑物 所以很多戏 像乌索南洋 红头经 豆腐街 甚至更早的花园都在这里拍摄 我记得在这边是 有一间店铺是棺材店来的 这边很多那种阿飘的故事 可惜这个地方在哪一年给大火烧掉 都没有掉了 我还记得那时候那个乌索南洋导演 叫江龙 我是在做助导 他会把珍场一些氛围制造出来 让你可以感受 那没从中国来那种大团体想 哇 竟然很挤人挤很多 大家怎么在心目当中 看到了对大家很兴奋的那种心情 你会被他准备去说的故事 带领你走过去了 明哲当时深深地陶醉在戏剧的张莉莉 全情投入 资深媒体人管雪梅 对他的热忱有很深的印象 明哲当祝导的时候我最深刻的 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拍《雾索南洋》 他是祝导 然后我看到有场戏 就在蒋巴鲁那些旧的房屋那边拍 一场群戏 很多群众的戏 他在帮忙导演 引导那些群众演戏的当儿 我看到他脱掉他自己的衣服 换上那些群众的肮脏的衣服 走进群众里面 这样来引导他们 这一幕我很深刻 一定要一个人带动他们 我们出发了 就多多几套衣服了 这个镜头的时候 就套一个褐色的 到下一个镜头 就换一件蓝色的 另外一个角度的时候 你戴一点帽子 去带动他们的群众演员 那时候你也在学习 你也在 你也在学习 你在投 当你投入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累了 你不会觉得辛苦 这个是演员休息室 以前这个地方 日军占领时期 是日军的总部 所以有很多事情发生了 那你演员一直睡觉起来 还看到一些陌生的东西 从前面走过 所以在当时我们还记得 我们还要在中原界的时候 还请一些师傅来这边 我们暗地 再请一些师傅来这边 念经代送 原本担任电视剧 助理导演的林明哲 没多久便走向目前 成为八十年代的当红小生 那我们就想过当演员 那当时候那时候演员不够 江龙就叫我过来演戏这样 也不懂什么情况底下 就转去做演员 怎么样 是不是他们欺负你 第一步应该是荒原 有一个在小镇里面 一个有所好闲 但是打抱不平的一个年轻人 当时荒原里面要找主角 那个很放荡附近那个的路 可能他有这样的味道 他本来就有这样的味道 所以就很适合 所以也就是荒原 他一泡而红 你们两个这么喜欢 偷人家的鞋子 把我的鞋子舔干净 去 开始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还记得一个晚上 第一个镜头是戏剧组的导师 丽永戏 就是丽智的爸爸 那时候他有残忍演一个 第一个镜头我准备看 拍我 他从我前面这样走过来的时候 他的眼神一这样 蹬我的时候 我告诉你 哇 之前的对白讲讲讲讲当 哇 整个人就飞掉了 就是整个慌了 脚在抖 我记得 很恐怖 我常常在你身上 看到我当年的影子 他演员的时候 我也参与 他在那个《无家有子》里面 还演我的儿子 妈 哎呀 你跑到哪儿去了 你爸爸找了你一整天 然后我还有其他戏 像赵宽映 那个《绝带双架》 我也有跟他一起演 很多戏都有一起演 之前他当主导 他多少也了解演戏 他的本人就是很自然的那种 很随性的那种 他性格就是他原来的他 所以他演戏 你就看起来就很自然了 我刚洗脸大老爸 多少钱啊 咖啡屋我比较难忘 那个就是现在我 那个年代年轻人 修吴大志 可是仍爱生活 这个就是我来的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角色 修吴大边买杀菜 我灵石丝 灵石不空 大哥你让我吧 那个是洪培西 我觉得他是一个天才 对我来讲 他是一个很懂得抓事的演员 他很会带动那个 恒伟 懂得怎么样跟你分享 让你很快地进入这个情况 在雅达子 那个也是很好的体验 阿强快点阿强 这么急干嘛 快点吧 又给冲伯送亚吧 还有跟文勇 他是跟我一起 同年代的的演员 我们会在那边 会谈他的过去 就是从马来西亚过来 他的生活 他的憧憬 这演员呢 就是演很多角色 我们会分享一些 人生经验 我跟明泽都是 八十年代加入 当时的新加坡广播局 所以现在算起来也都三十多年了 我跟他的共同点就是说我们有同样的热忱 同样的激情 对电视剧有一种很深的爱 所以可以坚持到今天 当他当导演的时候我们有合作的机会 最近他帮我拍《摇一八》 来 容敌 等一下 最后的几句 隆迪当了编剧后 创作的热情丝毫不减 他擅长在生活中汲取灵感 化为剧本里个性鲜明的经典人物 我每次去一些地方 我都看人 看人来人往 然后有时跟他们交谈 忽然间特别有感触 或者是有点感觉的 这样我就把它写下来 好像我常去一个小分中心喝咖啡 那个咖啡当是一堆父子的经营 这个父子很吸引我 从这个父子身上 我联想到 然后设计《摇一八》里面的周重庆的顺丰 对了 今天有人抢鸡蛋婆的钱 他抢走了我的这个长豆 我一直觉得 一部好的电视剧 人物一定要很立体 一定要深入人心 我写的电视剧 我很注重人物设计 其实很多人物我都 创作完了之后 我都蛮喜欢的 比如说荷兰春的 陈奕萍演的《沈默婉婉》 还有动作比较 女性化一点的洋雄的 这些少光演的 然后像出路 就是有个踢光头的女孩子 在戏里叫《红豆》的 就《西美真言》的 我都觉得他们演出来之后 整支超越我的设计的一个角色 作为一个故事创作者 人物塑造者来说 我会觉得说 我很开心的 那江飘摇前途仍模糊 这地会是我 隐尽幻想处 隐尽幻想处 偶尽会当成这个片场用 这个经过改造过后了 以前是比较低的是铁的 篮球架也是比较旧式的 地板是水泥的 我还记得 90年代 林明哲从演员转身 回到幕后 拿起导演筒 20年来 他已指导了上百集的电视剧 做演员是我用我的身体 我都用我的表情 去说一个故事 现在我必须靠摄影 靠录音员 靠演员 去帮我去完成这样东西 做导演就是 把大家统合起来 你必须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内 规定的时间之内 把工作给完成 然后把一个故事给说好 责任比较重大了 做导演到了这个年纪了 应该是教导 年轻一辈了 怎么传承下去 明哲目前的助导 陈雪妮是幸运的 能够像当过小生的导演 同时学习拍摄和表演技巧 我觉得跟每个导演 都是一个不一样的学习的机会 只是跟他就比较特别 他就是比较善于表达 他自己的一个人 可能因为我导演 以前是个演员 所以他会给比较新的演员 很多表演上的建议 所以从这边 黄光荣是明哲指导的 118大团圆监制 他和明哲一样 从助理导演开始打拼 到如今在业界各拥一片天 我觉得因为助导就是要什么都做 每一样细节都要take care 都要亲力亲为 所以明哲也就是这样子 从最底层做到一位很出色的导演 后来我做了监制 他拍我的戏做一个导演 因为他台前幕后都很熟 所以拍得很快 我们称他为快抢手 亲力亲为 好学 很随和 这几方面 我觉得他做得都很好 是值得后辈学习的 黄龙迪这个优秀的编剧人才 我们在拍118的时候 然后很惊讶 他会看到从生活中找很多故事 然后去放在演员身上 然后告诉我们 让我们看到 这个是可笑的 这个是要改进的 这个是我们要必须尊敬的 这个是我们惋惜的 他很好 他都会做到的 让我们看到 职业编剧要承受 外人不能理解的极大压力 荣迪除了细心塑造每个角色 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把人物立体化 为他们注入生命力 我最长的一次闭关 最近这次写1182的时候 闭关了十四个月 十五个月 就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我都一直在写剧本 所以这个过程 后来现在我想起来也蛮可怕 你在进行创作的时候 你要进入那个角色 他必须是一个人格分裂者 他要人格分裂 因为你知道一部电视剧 动不动就十个人物 如果长篇就有二十个人物 每个人物都不可能一样的 都有各自的特色 各自的特点 有男 有女 有好人 有坏人 有小人 所以你每写到这些人物的时候 你自己的性格里面你要变 写剧本的生活是痛苦而寂寞的 从早开始写 然后到晚上收工 全年无休 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工程 身体要顶得住 所以我就坚持每天固定的时间 要去运动 一个职业编辑纪律非常重要 它要有这个写剧本的纪律 它不可以给自己认为的借口 如果拍摄期到了 你的剧本都没有完成 你在这行的心意就没有了 专业精神加上对创作的高标要求 容体很快就从编剧晋升为故事人 故事人的责任重大 是一个剧集的开路先锋 也是灵魂人物 故事人压力是很大的 所谓的故事人就是从无到有 一部电视剧还没有成型的时候 我这故事人先要去想我要做什么题材 那有一次我就经过一间卖凉惹瓷器的古董的地方 我就去看 我原来这些瓷器古董那么漂亮 所以这是一个很充满色彩的一个文化来的 刚那时候开始蒙起一个意念就是说我要解副 关于娘惹文化的事 那个题材我也经过几年的饮料 然后终于说服 老板说我们试试看吧 小娘惹播出后引起极大的回响 也让独立创作三十集剧本的荣迪 在2009年的红星大奖颁奖礼上 获得了掌声和荣誉 最佳电视剧小娘惹 这故事人不只是会写剧本 会改剧本 他又要会想要做什么戏 他还要会推销 对新加坡人来讲 在我的年代 至少大家在看我们的吃饱饭的时候 看我们的戏长大 就像很多人讲 我看你的戏长大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过了 但是 整个环境 2017年也关掉了 现在我们就搬到新的地方 继续我们的工作 那感觉到 一个时代走完了 我生活在这边三十多年 有一点难受了 坦白说有点难受 但是 你要向前看 前面的路更美好 今天回来这里特别有感触 有一点淡淡的悲凉的那种感觉 就种人气楼空 很多以前一起奋斗的一些同事 也都不在了 都离开了这个工作感觉 那我是在这里已经坚持了三十四年了 我对这个行业是充满了希望 所以 来这里虽然感触很深 但是往前看 还是充满的希望 戏剧永远都是不会改变的 戏剧永远都会存在 让我们再走另外一个三十五年 我对这个行业都会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